民中党总统参选柯文哲民调上涨 但部分区立委要不要提更多席次 话没说死 但区立委布局先抛出震撼蛋 万华应该 目前看起来会是余美人 我们如果派一个人去 他也是两败俱伤 这就要想一下 首次透露要与武党籍的余美人合作 但连本人也是现在才知道 坦白说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 非常谢谢柯主席的肯定 我会坚持武党籍参选 你对在心中他是什么样的人 你跟他互动多不多 所以其实在完全没有默契之下 就已经先说要礼让你了 他也不提候选 我所谓的默契是说 我不是要一个过程 那所有的肯定我都欣然接受 而且我也非常非常的一个谢谢 这件事情我想 但第一时间听到的时候 是惊讶的吗 是是是惊讶的 对因为但是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他的想法是希望能够在立法院 不要让一党这个占太大多数 所以想结合不同的力量 这个心情我是理解的 我也可以想象这样子 对 所以你跟柯P的互动里头觉得 观察这个人的时候 你自己觉得 我跟他的观察其实比较多的是在宫庙的场合 因为我们之前经常在宫庙的场合 然后那个宫庙有时候会请吃饭 然后他是一个认真真真吃饭的人 然后呢 我有些时候我跟他讲话 他很快就抓到重点 这个我必须讲 很佩服他 然后呢 而且他很难 很难跟你直接 讲话看着你的眼睛 没错没办法 对 这也是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但我觉得他这次讲的最好的一个是 当他民调第一名的时候 他说我才不相信 我觉得这个回答的非常好 他没有冲昏头 OK 那你刚刚讲到说 这个 跟柯P有更多的 我大部分我现在都是看他的YouTube 因为你还是无党 但是你现在等于已经代表了民众党 我没有代表民众党 我一再讲我还是坚持无党籍参选 这是我的道路 这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有其他的这个社会力量 政治力量 愿意一起来这个共襄胜举 或者是肯定我 我有什么要拒绝的 对不对 但是黄珊珊做了很多 然后他在这个地区也做了很多想法 所以我一旦决定参选 在这个地区参选的时候呢 我去请教了黄珊珊 有关于他的很多的政策摆壁书 有关于这个区域的 因为很多人问我说 那你对万华的那个证件 我说万华根本不缺证件 万华历年以来 这两个党都提出太多证件 是没有一个证件在落实 是没有一个证件在被 没有一个 就很多应该做的证件 都没有被执行 所以万华现在想要动 你要知道他的那个 屋灵的那个老旧 都已经超过50年了 那水泥是有寿命的你知道吧 当然 就是50年 那所以这个事情 我们要不要去面对 所以他其实有一个 防灾重建的一个 迫切的一个需要 那20年来 过去的都没有做 那不是没有证件 是没有人去做 那我问你 防灾重建要不要做 要做 那你要做防灾重建 都知道要做 因为你不做防灾重建 那将来就叫灾后重建 灾后重建是要死人的 我们一定可以改变 不要放弃 因为你现在不改变 2050年的万华是什么 所以我一直跟万华的朋友讲 我说 他说这个都根不可能 这个那个容积率 这个也很难 我说万华需要的是 驱阔重建 所以呢 我知道它是一团毛线 甚至于找不到线头 以为找到线头 一拉开来 就又断掉了 没有关系 我们必须用长远之计 来解燃眉之急 我们一起 想2050年的万华 会是什么样子 从那个样子往回推 我们现在每一步 都往那个地方做 我们要开始想 我们不要放弃 我就是要来 把那个鼓声敲响 让万华人的 这个改变的力量 能够动起来 也该动起来 也该是时间了 不能再等 所以我觉得 这个对我来讲 比说 今天你派谁 明天你怎么打选战 那个对我来讲 有意义太多了 是什么事